欢迎大家收看以哈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照片中以色列加沙战争的破坏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持续不断的以色列空袭中感到无处安全 请大家收看 照片中以色列加沙战争的破坏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访问以色列后 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轰炸 拜登宣布了对以色列的援助计划 以及对加沙地带和西岸的人道援助 中东各地举行了抗议活动 指责以色列和美国对加沙一家医院发生的致命爆炸负有责任 以色列和华盛顿声称 这次爆炸是附近激进分子发射火箭失败的结果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持续不断的以色列空袭中感到无处安全 多伦多星报 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 包括被以色列宣布为安全区的地区 此次空袭发生在以色列同意允许有限的人道援助 进入加沙之后 这是在11天的围困之后首次进行的援助 关于加沙市阿赫利医院爆炸的责任归属存在争议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 而以色列则指责伊斯兰圣战组织 以色列军方表示 已在埃及边境附近击毙了一名高级巴勒斯坦激进分子 与此同时 加沙南部数十万人正在寻找避难 所以躲避空袭 以色列军方一直在加沙各地追击哈马斯激进分子 但巴勒斯坦人表示 他们感到不断处于危险之中 一家人的住所被空袭击中 导致几名妇女和儿童丧生 此事引发了对调查的呼吁 加沙卫生部表示 自战争开始以来已有3478人丧生 12000多人受伤 此外 据估计 还有1300人被埋在废墟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直在为你们带来最新鲜的新闻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 刚刚播报的新闻吧 拜登总统访问以色列后 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地带进行轰炸 同时宣布对以色列的援助计划 这次轰炸引发了中东各地的抗议活动 指责以色列和美国 对加沙一家医院发生的致命爆炸 负有责任 然而 以色列和华盛顿方面声称 这次爆炸是附近激进分子 发射火箭失败的结果 加沙的巴勒斯坦人 在持续的以色列空袭中感到无处安全 此次空袭 发生在以色列同意允许有限的人道援助 进入加沙之后 这是在11天的围困之后 首次进行的援助 关于加沙市阿赫利医院 爆炸的责任归属存在争议 哈马斯指责以色列 而以色列则指责 伊斯兰圣战组织 加沙南部数十万人 正在寻找避难 所以躲避空袭 而以色列军方则一直在追击哈马斯激进分子 这场战争已经导致数千人丧生和受伤 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 这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局势 牵涉到很多政治和人道主义的问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黑白的眼光来看待 需要更多的了解和思考 战争对于无辜的人民来说 总是悲剧 无论他们是在以色列 还是在加沙 我们应该呼吁各方保持冷静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我相信 我们的观众对这个问题 一定有很多看法和想法 我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